改革开放 刚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发财的人都有一个称号 叫什么呀 叫导爷 就是来回导等就发财 对吧 但你首先要什么呢 要吃得着苦 做这个导爷很吃苦 当年的国际导爷们都是 在火车上哪像现在啊 飞机啊 过去那火车连个座位都没有 坐地上啊 躺在地上 你得喝得出去 在历史上很多人经商的时候啊 做贸易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古丝绸之路 那都是丢命的 风险非常大 那么工业革命以后呢 它主要是要靠技术发财 红光中兴 同治光绪的时候啊 资本主义的这个第二次萌芽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人叫张俭 这个人呢是纺织业大王啊 他靠实业发财 我们刚才说靠贸易 这是靠实业 是中国开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 叫南通博物院 什么时候开的呢 1905年 那年还是光绪年间的 故宫什么时候开的呢 是1925年 故宫在他之后20年才开成博物馆 那么张俭这个人呢 他当年呢 这个在纺织业投入巨资 所以今天你到这个江苏去 到南通去 那个地方纺织业发达 就是张俭先生 一百多年前打下的基础 那么明国时期呢 这种各种大王很多 比如有一个人叫刘鸿生啊 他是什么大王呢 就煤炭大王 茅坊大王 水泥大王 火柴大王 四大天王啊 你想火柴发什么财啊 我们今天都说 这火柴发什么财啊 哎 你知道过去的人取火 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那么在火柴出现之前 中国人取火啊 古人取火都是用火莲 有机会我给你 拿两个火莲看看 那火莲怎么取呢 我试过 那太难了 这个火莲啊 他是拿那个棉絮 跟火石这么敲打 敲打 你要没有技术啊 半天都打不着 连打带吹 抽根烟 急死自个儿 你知道吧 所以有了火柴以后 你看火柴扒一滑 这火就来了 所以火柴 当时就能发大财 还有一个人叫赵春勇 是干什么的 肥皂大王 洗涤是我们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点 在肥皂出现之前 我们洗衣服非常困难 都是利用天然材料 比如草木灰 比如皂角 对吧 肥皂出现了以后呢 使清洁这个事儿 变得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人呢 叫范旭东 是化学工业之父 也是化学工业大王 比如传运大王 叫卢作福 当时呢 这个人就非常有钱 是个重庆人 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爱国实业家 运输是一个能发大财的手段 因为他能够做贸易 改变各地的这种商业环境 所以呢 航运过去我们一听 你们仔细想想 几十年前 大家一说谁有钱啊 说这个传业大王 这都是有钱的 那么工业革命以后呢 这个发财的途径 就多了一条途径 什么途径呢 就是由技术发财 这个技术一定是可以复制的 而且是能够放量的 而不是一个人的独门绝技 独门绝技也发不了大财 你必须能把这个技术放量 就是所谓的 这个一人敌不如万人敌 就是这个道理 大钱是命 小钱呢是正 就是说你发大财啊 那就是你有没有这命 跟你的这个本事 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 但你发小财 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是你正来的 那我们这发小财呢 得有个定义 什么叫发小财呢 我们先说最下限 最下限的小财呢 是根据你个人自己的能力啊 你能够在单位时间内 比如你一个月 或者一年 或者三五年啊 在单位时间内 你得到的这个钱 比你去给别人打工 选择你的这个能力 给别人打工的 挣得多一些 这就叫发小财 那么发小财呢 还有一个标准 我们出现这个最基本的标准 还有一个标准呢 是今天啊 经常有人说的叫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本身也有高线和低线 低线 我们先说低线 目标不要定得太大 你想发小财 目标就不要定得太大 低线是什么呢 是你出去啊 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出行买个东西 一般不太介意这个价钱 比如你到餐馆点菜啊 你注重左边 比注重右边多 这基本财务就有点自由了 最高标准是什么呢 我其实最高标准我没找着 按照网上说啊 你就有一亿元人民币了 这就算财务自由了 那我也见过 有一亿元人民币 很快就变得穷得要死的人 为什么呀 想的大做的大 把钱投入了 最后这钱就没了啊 大钱 你一个人挣到了像样的钱以后啊 能让你钱丢掉的 只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赌博 你有多少钱都可以输在赌场上 第二个途径就是投资 投资是另外一种赌博 那么发小财呢 我现在开始教你啊 给你讲各种故事 你要听思路 听故事是没有用的 你要听思路 听明白思路 你可能就抓住了发小财的机会 一项思维我碰见过很多次啊 比如我当年去新疆啊 1984年 在阿克苏到阿拉尔的路上 荒无人间 连路数都没有 就一条路通到天边 车开着开着 看前面有一个人徒步 背着一个三合板坐的盒子 这么宽 一米长 这么薄 一打开 全是卖眼镜的 你今天啊 今天的年轻人看不见了啊 30年前这背着 这个三合板盒子到处卖眼镜的 全是浙江人 然后我就很新鲜啊 就跟那个司机说 停车停车 我说干嘛 我说跟这人说会话 我就跳下去了 跟这人说话 我说您您您这干嘛来 他说卖眼镜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 你卖眼镜 这哪有人呢 你卖谁啊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人家一句话说的就比我高 人上来就说 正因为没人来卖 我才来卖 所以他把那个当时啊 至次价高的眼镜 全部卖到新疆去 那个地方的交通闭塞 商业落后啊 那时候新的蛤蟆镜 就是搭了眼角那种蛤蟆镜啊 把那蛤蟆镜就卖到新疆去了 舍不得坐车走着 我们开车都开好几个小时 走着到那以后呢 进到一个居民点 那一堆眼镜都能卖光 人家思维就跟我们思维不一样啊 我们思维要是卖眼镜 一定说哪人多上哪去卖 他是哪人少啊 哪去卖 我在电视上还看过一个节目 看完那节目我非常的受感动啊 有个江哲一个小财富 十九岁 只身一人啊 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就一缝纫机啊 奔了甘肃五围 到了五围举目无亲啊 就是认识一个老头老太太 跟人家商量说 我能不能在你们家窗檐下 织一个摊啊 我给人补衣服 那老头老太太说 可以啊 你这么留着吧 他就开始给人家补衣服 补件衣服收了多少钱吧 然后补着补着就开始学着做衣服 给人做裁缝 给人缝制衣服 那么十年以后啊 这个小裁缝 结婚生子 买下了当时呢 这个城市的第一这个服装厂 是国企 说九十年代很多国企都维持不下去给卖了 当时就采访他 就采访他就说 说你为什么上这来呢 他说第一 是经济不发达 你看他也是逆向思维 发达的地儿他不去 竞争惨烈 第二呢 这个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 对服装的要求极低 就是一开始就是补 补就没有好坏嘛 这破了补上去就完了 你给我钱我给你补好 后来手艺呢 是在过程中学的 因为那个地方落后 所以对手艺的要求呢 也没有发达地区那么严格 所以差不离了 这衣服就能卖 人家日积月累 最后娶妻生子 买下那个当地最大的 一个服装厂 这些你仔细想啊 这些人的这个想法 都跟我们常规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今天一想做生意 就先想哪人多 哪人少肯定不去 人少去干嘛去 而且人家还有这样一个精神 叫什么呢 叫不畏小 卖一个眼镜能挣多少钱 给人补个衣服 补条裤子能挣多少钱 挣不少多少钱 但就是这个小 集业成球 聚沙成塔 最后发展成一个事业 我看到 日本 有这么一个案例 当年日本这个二战以后啊 日本二战以后 你都知道日本是战败国啊 面临着战争赔款 而且打仗打的国家非常穷了 每个人日子都没那么好过 有一个人呢 就开始做一个生意 这生意啊 咱听着都不叫生意 卖什么呢 卖绳子 卖绳子 各种绳子 上哪买去呢 跑日本的边远地区 制造绳子的地方去买 买完了又到哪去卖呢 到这个城市的商场啊 这个经销商那去卖 那么他多少钱买 就多少钱卖 一分钱都不挣 你听这人有病吧 自己搭工夫啊 搭盘产 什么都搭 就是会不挣钱 我这一捆绳子 一百块钱买 我到那边又一百块钱卖 日本人很有意思 他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呢 全部是凭单据的 比如我带你这 你买了多少绳子啊 下了单子买了 到那边卖了多少 也给人一单子 这单子他就留着 因为这个 他这种做生意的方法 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因为你不挣钱 别人只要加钱 就比你卖的贵嘛 所以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他就先把所有的市场都占领了 大概两三年以后啊 这人呢 就拿出了他的双方的单子 他给这个卖绳子的人说呢 你看啊 咱们做了两三年的生意了 这张单子啊 你可以看到我一分钱都不挣 你能不能给我减一成钱 来一九折卖给我 然后这个供应商一说 这人是真够老实的 这么辛苦两三年 一分钱都不挣 那行 说以后我跟你供货 跟别人不一样 我减一成 给你打九折 他又翻过头 找买他绳子的人说 说你看 我卖你两三年了 你看这单子 我是多少钱买多少钱卖 我一分钱都不挣 你能不能让我挣一成钱 那买绳子的这个销售方呢 就说得了 说你也不容易干了这么多年 不挣钱 我给你加一成 这样两边各挤出一成 中间有20%的利润 这个人是后来日本卖绳子的大王 所有绳子让他垄断了 我们今天这个计谋 演化到比这更深刻 就是补贴 对吧 我们门口 开那洗衣店 一块钱一件 还管送 给你运好了 给你送来 还带着衣服架子 我们的人都乌央乌央的去 让他洗 一直把他洗倒闭了为止 不过工钱 倒闭了吧 补贴不是一个办法 我们今天新的创业方式 大量的是补贴 有风险投资集团 不停地往里注资金 但是大部分都会死掉 因为它违反了经济规律 东京啊 是一个平地抠饼的城市 本身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乡村 连人都没有 那么当这个城市 兴旺发达起来以后呢 它会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你知道城市中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经常会被忽略的问题 就是城市的垃圾的排泄 这个垃圾还不可怕 可怕的是排泄物 我们现在都是现代化的管道排屋 早期城市都没这个 需要有人来逃粪 那么就专门有人来 帮你逃粪 帮你逃粪不能白逃啊 你得给钱啊 你不够钱 我怎么给你逃啊 你这么臭 他把这个粪逃完了 又集中起来 卖到乡下去 卖到农村去 到农村呢 卖给你 我不能把这份扔在这儿啊 我们在化肥这个工业 没有兴起的时候 粮食要增产 就得靠肥料嘛 农家肥嘛 那么你想 这生意很有意思啊 我们的生意 往往都是一头挣钱 这生意是两头挣钱 所以在三四百年前 东京的首富 就是这份坝 我们过去想啊 最好的生意啊 叫流水全是利润 就是卖多少钱 全是赚的 这是最好的生意 你想他这个呢 两头的流水都是利润 你今天如果能找到 这样一个生意 我保你不是发小财 一定是发大财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很有意思 也是日本 日本得道县啊 一个村里 这村呢偏僻 这个年轻人都走了 这村里出了老头 就是老太太 只能办养老院了 这个地方由于偏僻呢 没有任何污染 这里呢植物丰富 各种植物 日本呢 这个气候很有意思啊 它这个 它是岛国嘛 比较湿润 所以植物都长得好 那突然有一天 老太他们开窍了 老太他们开窍要卖树叶 卖树叶干嘛 我们想这树叶干嘛 你到日本去吃饭 你就知道日餐上各种树叶 漂亮之极 一年四季啊 春夏秋冬的树叶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树叶拿下来 摘下来弄好收拾好 最后卖到日本各地 据说日本各地的 餐饮的80%的树叶 都来自于这个地方 卖树叶 罚了大财 基本上也是流水 全是利润 对吧 那树叶的 长出来就摘 摘完了就要卖 你可不流水都是利润吗 还有发小财 是依附于别人 别人发大财 我叫发小财 这个很有意思 典型的依附别人生存的 这个案例 就是美国旧金山 淘金热的时候 淘金热的时候 当时这个北美大量的人 涌入了这个加州 去淘金嘛 如果淘出来黄金 就要发大财 例如黄金很重要 黄金在历史上的地位 比现在高很多 但是淘金有个风险 就是你有可能 万半天你淘不着啥 所以到那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是淘金的 有人是去卖铁锹的 你想想人家都在淘金 准备发大财 您就卖铁锹 发这小财有意思吗 就真有意思 为什么 他百分之百 能把这锹卖出去 所以淘金热下来 少数人发了大财 多数人没发财 而这个卖锹的 一定是发了个小财 依附别人的生存 一定要动脑子 看依附在哪 能够发一小财 有很多时候可以靠点子去发财 我们现在有很多策划公司 就是靠出点子发财 有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 这是多年以前的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这牙膏都统一大小 都这么大 这么粗 现在的牙膏大的小的都有 那大牙膏真够粗的 我们家买的那大牙膏半年都使不完 有一个牌子的牙膏一直在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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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年以后呢 就停止了增长 停止了增长以后呢 就着急啊 说这个怎么能让企业再增长呢 这说来一人 说我有办法让你增长 但是你得给我钱 人家说我给你钱 万一不增长呢 说不增长我把钱退你 咱可以立合同 说我保证让你的牙膏的销售增长百分之十 如果做不到 我不要你钱 但我做得到 你给我十万美金 咱们都不相信 说你有什么招能让我这个多卖 这个多卖百分之十的牙膏啊 合同签了 把钱付了 他说啊 你把那牙膏的那个口啊 扩大一毫米 一毫米啊 静一周三啊 直径大一 周圈就大三 那个顿时口就粗了 口一粗呢 牙膏就挤得多了 挤出这多出百分之十的牙膏 你是没感觉的 你的牙膏 这一桶牙膏使三十天 还是使二十七天 你是记不住的 没有人认为 我这牙膏因为口大了 我得挤短一点 不是 这牙膏每个人挤的是有习惯的 你不是有的人仔细啊 挤黄豆那么大一个 不是 每天就挤那么多 有的人夸张 就挤过来 弯一个圈过去 那么如果你这个牙膏的口 大一个毫米 你挤出的量都不止百分之十 所以你不自主的情况下 牙膏就挤多了 那么挤多了呢 你如果使这个牌子啊 你到时间就去买 所以这个牙膏就果不其然的 销量提升 这人就凭出这点子挣了十万枚 这十万枚 今天也算一笔小财了吧 过去我们看过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说一个工厂一架机器 特别大的机器坏了 怎么都修不好 找了很多人都修不好 最后请了一个人呢 说您给看看这机器 这人听了听 看了看 找了粉笔 画了一个道 说你把这拆开就能修好 说那给您多少钱 那给我一万块钱吧 你说你画一道就给一万块钱 说画一道不止一万块 画一道就值一块钱 但知道在哪儿画道 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这就是知识 价值 这就是知识 中文字幕连估订阅 说明快速 看 我们应该 使用